Hello Hello 大家好 我看大家都开始进入直播间了 我们的直播马上就要开始了 然后今天呢 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进口食品的专场 因为我之前是做进口食品采购的 然后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 进口食品不太好做 所以现在我来转行做这个直播 现在大家都已经就是不再来线下逛超市了 所以转型做这个线上的一个消费 我觉得是非常成功的一个转型 一开麦就起码三个钟头 不过胜在多路多得 每天早上我会来就是先拿产品清单 一般的话一款产品 我花大概五分钟的时间去了解 然后一天一场直播三个小时下来 基本上会有三十款产品 如果一场产品好的话 像我们上一场大概卖了五万多左右 流量大概有个几万吧 几万几十万的流量 网狗盛行直播卖东西的市场也都越来越大 不过网络主播竞争这么激烈 怎样令观众提得上来呢 光介绍这些产品的直播 其实没有人愿意看 你要夹杂着你个人的一些个性的色彩在里面 我觉得会比较吸引人气 你只有让观众喜欢你 他才会关注你的产品 喝什么星爸爸 我这一袋才42块钱 你只要星爸爸一杯的价格 试食卖就最实际 现在我手上的这个是真子味道的 非常的松软可口 给大家尝一口 我怕我再吃下去就停不下来了 而且必须要吃得非常的开心 吃得非常的好吃享受 就是要让观众觉得 哎呀 看你吃我都饿了 所以为什么吃播一般选择在晚上 就是比如说是六点啊到十点啊 或者到深夜这样的 这样的直播间 这里一共有八个 而且间间的主题都有一点不同 好像这间这样 主题就是游乐场 至于这个就是森林花园 装修得这么漂亮 是因为这里六月头才刚刚开 还成为了北京第一个直播销售基地 这间国际贸易公司 原本只是做实体店 买一些进口食品 和化妆护肤品等等 但一场疫情 实体商业当中销售额降低了60% 跟平常相比的话 那由于有了互联网的补充 我们电商平台的补充 我们才降低了我们线下实体店的这个销售额的损失 然后我们把积极地想办法想策略 如何在这个困难当中求生存 那我们就想到了做直播 做互联网 把这些流量带到互联网上去 让顾客在线上用一下单 这样的话形成了我们的一个新的销售模式 要转接网上 还有大把电商平台可以选 为什么要开自己的直播基地呢 优势就在于它基于自己的一个平台的话 它的利润空间会大很多 也就是说去掉了线上平台的一个中间商的环节 我们从源头采高到我们自己平台 到我们自己的终端店 那价格就会有很大部分都让利给顾客 他说这种一条龙的销售模式仍然发展着 但相信随着5G技术越来越成熟 未来会有很大发展潜力